沒有最扯 只有更扯 全台灣最會扯的比賽 2019 Red Bull Power 1對1花式扯鈴大賽 在台北體育館點燃戰火 16位扯鈴高手 梁梁捉對廝殺 以力量 以技巧 就是要爭奪扯鈴基尊的封號 其中還有選手可以一次控制伍克林 真的有夠扯 那是我最厲害的招 然後我想要用他贏 我覺得最厲害的對手 單純因為我的表哥他來台灣 他來宜蘭然後他來帶扯鈴來 然後我看他玩我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就跟著玩 我希望明年還可以再來 除了場上的較勁很吸睛 場邊更是有大咖觀眾 那就是來自於馬來西亞的扯鈴至尊 方婷良 已經玩扯鈴超過13年的他 在上屆賽事成功封王 並取得花式扯鈴世界總決賽的 總子選手身份 這次坐在場邊觀戰 也給了其他選手一些建議 我們之前過往的比賽 就是以表演形式呈現 然後這個是以battle要對招 這感覺就是下棋的感覺 你要有什麼戰略 那你對手是誰 你要出什麼招 戰略跟一開始的準備很重要 我覺得很榮幸跟很驕傲 我覺得大家都很努力在扯鈴這項運動 去做努力 我覺得可以讓更多人看到跟認同 花式扯鈴就跟所有運動項目一樣 需要比賽策略 更需要投入時間跟精力來訓練 現在世界各國也陸續開始舉辦區域性賽事 主辦單位預計會在明年年底到後年年初 來到台灣舉辦世界總決賽 讓全球的扯鈴高手 用最扯的絕招來一較高下 外圖新聞採訪報導